徐毅仁委員 接著請許毅仁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邀請呂貝提名人 請呂貝提名人 還有我們也是目前的秘書長 你好 午安 我想今天就這一次的這個提名的任命 本席來做相關的一個質詢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這個貝提名人 根據四字373解釋文 大法官認為我們憲法應有保障勞工團體行使團結權及組織工會 以工會的地位進行團體協商交涉及進行爭議行為 包括罷工之權利 這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和雇主的財產權跟經營自由是一樣 都是受到憲法的保障 請問呂貝提名人 2016年的時候 華航空服員罷工 事後監察院糾正交通部 建議基於保障勞工權利行使 兼顧消費者保護原則可推動 罷工預告制度 但勞動部目前也還沒有規劃 請問呂貝提名人 對於罷工去行使所謂的罷工預告制度 以憲法的看法的態度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罷工的預告制度 在一些國家有 但也有一些國家不採 它有兩面的觀點 我想 一個認為要有預告制度的 當然最重要就是讓企業主 甚至於消費者 有能夠事先準備 避免傷及消費者 是肯定的觀點 但是又反對的觀點 認為如果有預告期間的話 罷工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對於勞工來對抗企業主 算是一個非常不利 是兩面的觀點 這樣兩面的觀點如何來調整 決定 這個應該還是要由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來提出規劃 然後經過大院來決定 那如果說今天罷工的團體 對大法官申請釋憲 請教一下呂貝提名人 您會如何去解釋 目前憲法是不是有實際保障到勞工權利的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委員的意思說 如果他們提出 就是預告罷工期限的這個視線 這個當然我們做一個大法官 他不可能所有的問題都了解 也不可能掌握所有不同的觀點 所以才會有開庭 聽取專家鑑定人兩道的陳述來做判斷 做判斷 那我剛剛跟委員特別報告了 那只是我個人對一個勞工罷工定期的 一個最粗淺的一個 我們來看看其他國家的做法 包括日本加拿大還有法國 都有所謂的罷工預告制度 加拿大72小時 意大利10天 日本10天 美國10天 法國48小時 有些其他國家也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罷工制度 罷工預告的一個制度 我國的罷工權的行使 其實要經過重重的關卡 那相較其他國家其實是相對不容易的 國外因為罷工權比較寬鬆 所以規定有罷工預告期 如果設置罷工預告制度 會不會有違憲的疑慮 目前這個呂被提名人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勞動部也有提出來 我們大院的幾位委員 也有提出來所謂罷工預告期的修法 那如果所謂的罷工預告制度 真的到時候上路了 會不會有所謂的違憲 這個可能要跟委員特別報告 就是說 勞工罷工的預告期 是勞工對抗企業主一個 很重要權利的一個節制 一個節制 但是這樣的一個節制 在什麼情況下才算合宜 譬如說你罷工的預告期 到底要多久 什麼樣的行業 或什麼樣的情況下可以 這個還是要看個案設計的法規 整體觀察 我們很難說直接說他這樣就核限或者是違憲 那以你的看法 個人的看法來說 你是不贊成有預告期 因為這等於是剝奪了勞工的權利 勞工對抗雇主的手段 帶一個自由民主 而且盡量取得勞資 雙方平衡的一個國家 跟委員報告 對於這個勞工預告期有 目前我還沒有非常強烈的心證 還沒有什麼 沒有很強烈的心證 因為我們台灣勞工的這個環境 其實相對的是不完整的 請問一下呂被提名人 您知道目前台灣有組織工會的比率有多少嗎 我瞭解非常低 非常低喔 可能20 不到10 事實上只有7% 所以其實在以憲法的這樣的一個角度上來說 對我們的勞工的保障 我們是不是真的有去給予勞工相對的尊嚴 這部分希望可以給一個相對應的一個做法 跟委員報告 就是勞工權力的保護 其實有很多途徑 我相信勞工朋友的罷工一定是罪不得已 所以要保障勞工的權利 除了罷工這條如何去妥善設計以外 其他團體學勞動條件 勞機法等等 那個都是很重要的配套 那如同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目前台灣的工會組織 確實沒有非常普遍 當然日後如何讓它茹壯發展 這不是大法官該管的 不過我樂觀其成 來 呂貝廷人 相對應現在 此時此刻 長榮還在罷工 大概已經影響了 將近十萬的旅客 你認為最好的解決方法是什麼 解決方法是大家能夠進行協商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案 好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被提名人 是不是願意支持安樂死 依大法官的這樣的一個看法 人是不是有可以決定自己死亡的一個權利 我自己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 目前 我基本上支持 只要安樂死的這個過程 能夠確保 確保 不至於誤殺 或者造成其他的失誤 我覺得從人的尊嚴來看 他應該有這樣的權 決定他生命最後終止的方式 是 所以當一個人沒有辦法決定 甚至於打理自己的生活起居 要喪失尊嚴的時候 其實生命的權 生命的權利 及人性的尊嚴 這部分誰輕誰重 法律上是應該可以讓當事人 決定自己的生命 那如果 剛剛被提名人也說 依你自己個人的看法 你是支持安樂死 那請問您 認為現行刑法第275條加工自殺罪 禁止受阻託 獲得承諾幫助他人自殺的規定 是否違憲 這個兩個不大一樣 刑法的加工自殺罪 他沒有一些特別的程序 就 如董剛才委員特別提到 一個人要很有尊嚴的 結束自己的生命是沒有錯 問題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當他不能表達異事的時候 誰了解他的真理是什麼 這樣子 這個是蠻重要的 這是蠻重要的 或許我們看說他是植物人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或許不想火了 但是誰又知道呢 或許他內心深處 他還是抱有一絲的希望 一絲的希望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複雜 嚴謹的一件事情 這跟刑法的單純的加工自殺 那個都不一樣 背提名人 你知道 2016年 國人健康的平均壽命是71.2歲 那不健康的存活年數 時間是多少 你知道嗎 沒有特別去注意 8.8年 8.8年 也就是說 不健康並不是臥床 而是需要依賴他人的照護 那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 如果我們可以推動 安樂死的一個合法化 我相信是 對於我們減輕這個整體 這個健康醫療的負擔 還有給予這個人性的尊嚴 它是能夠表達一個進步的社會思想 但你剛剛有提到 我剛剛問到的 刑法第275條 加工自殺罪 這個這一條很容易被拿來 當作是 冠家在最後 如果安樂死 成功 但是他沒有被 這個 合法化的這個 加之的罪名 所以你認為這一條 是不是有必要做一個 相當程度的修改 我個人看法 這一條 還沒有修改的必要 重點是要 設立特別法 設立安樂死特別法 一個特別法 一個非常嚴謹 客觀的程序 第二個 我認為安樂死這件事情 不應該把這個 減輕醫療負擔作為一個重點 應該從人的尊嚴的觀點來看 我們台灣第一個安樂死的請願案在1986年 當時17歲的 因為車禍意外的王小民 整整在床上度過了47年 至死的時候尚未清醒 那去年85歲的這個副達人 也在6月7號 然後到瑞士去接受這個安樂死的善終 那也曾經向蔡英文總統去請願 在所謂安樂死這個議題上 醫生協助自殺或積極安樂死 這兩個不同點 不知道被提名人了不了解 這兩個不太一樣 第一個是停止治療 第二個是積極的促成他死亡 這兩個評價是不一樣的 所以被提名人支持 在我們國家現行的體制底下 推動一部嚴謹的安樂死的專法 然後去照顧到人性最後的尊嚴 這是我個人的 我也是一個自然人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 不過在法治上 這是另外一個考慮啦 或許行政部門他們掌握的 比我更多的資源也不一定 資訊也不一定 接下來我想請問一下被提名人 大法官4至748號釋憲 明確說明婚姻自由 有資平等的保護 那請問一下目前 我們通過的這個專法 真正的有保障到這個同性婚姻 還有748號的這個精神嗎 如果以我對748號解釋事先法的全體內容來看的話 他應該跟4至748解釋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就三個要點 這個我們在協商的過程也有特別去提出來 但是在748號這個專法裡面 並沒有明確的去規範 第一個是跨國同婚的婚姻 第二是寄親收養 第三是姻親的認定 這個是普遍大家對於這一次專法 並沒有保障的地方 大家還是覺得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遺憾 您上任後如果是遇到相關的釋憲案 請問一下你會如何實踐 保障婚姻自由之平等 跟委員特別報告 748號解釋 他其實只是在解釋 性別相同兩人的婚姻自由的保障 他沒有涉及到其他的 包括你剛剛提到的 這個收養 姻親的問題 甚至於跨國的婚姻 都不是在748號要解決的問題 那當然你剛剛提到的三個問題 將來如何解決 就涉及到整個婚姻制度 以及婚姻以外的親屬的設計 譬如說收養的關係 那要考慮的點 跟婚姻是 不是完全相同兩件事 不是完全相同兩件事 你的意思是說 剛剛提的那三點是跟婚姻不相關的 不是不相關 不是完全相同 有婚姻也不一定要有收養 有婚姻也不一定要有跨國 他是不同 有相關 但是是不相同 不是等號的議題 所以如果直接有748號解釋導出 他就應該要後面那三個 可能超過748號解釋的範圍 那這三個沒有被保障的範圍 我們該如何處理 這個應該是由 因為這是一個婚姻制度以外 譬如說收養制度的問題 情屬制度的問題 應該要由主管的部門 來進行整個他的評估了解 那如果說在這個專法裡面 沒有規範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回到民法上面去處理 修改民法的篇章去保障 可以收養 可以這個 因親的認定 我剛剛特別報告就是說 要不要進行這樣的一個修改 以及用什麼樣的形式來進行修改 應該要由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來做一個規劃 那規劃出來以後 譬如變成法律 那如果當事人有不服 然後去申請大法官解釋 那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就根據規劃出來的法規範 到底是不是違憲來進行審查 當時的法務部 針對這個專法提出來的時候 曾經有提出一個意見 叫做所謂的隔離且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 這樣子的說法其實是相當的歧視的 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三個重要沒有被規範到的地方 就是因為隔離且平等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要如何面對這三個問題 如果說在視線裡面又再來一次的話 請問被提名人 你是不是支持真正的可以做到不隔離而且平等 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樣的問題跟剛剛委員 你特別追尋的隔離但不平等 黑白的情況不是很相同 因為畢竟這個是特別的 尤其像收養 涉及到小孩子的其他的問題 其他問題 那在司法機關的立場或者大法官的立場 我還是認為 要等具體的規範行程 相關的當事人或機關認為有違憲疑 申請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就依照法律的規定 來決定要不要受理 或者是要聽取各方的意見做最後的決定 所以我在這地方 不是說保守沒有辦法給委員什麼樣明確的答案 這個法規範到底有沒有違憲 這個委員說要看整體來看 這樣 我可以這樣說 對於法律上 針對這一次同婚專法的這個解釋 還有它所提供的這個保障 它並不是一套完整的立法 因為雙方家庭的一個組成 不是只有兩邊結婚 它更有雙方家庭對對方親屬的一個認定 甚至於我身為人 我有權利要收養我的子女 但是我們這套專法裡面 並沒有保障 所以可以說是 好 好 下次再見 陳一敏 接著請陳一敏委員